接下来有一段视频 其实大家看过之后会觉得 颠覆之前的认识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当贾宝玉做了导演 说不说 背景先等你了 背景背景先等你了 你饶了我吧好妹妹 每天他们做问题 我简易 那刚飞不要放 刚飞刚刚飞不要放 我给你捉衣 那我一跪下 这看完之后 我觉得欧阳老师的形象不一样了 您得发多的活 老家话都说出来了 这个有点不像贾宝玉了是吧 对 那就是我 对 因为现场拍戏吧 任务重 每天你得完成那么多的工作量 对吧 现在拍戏不像原来了 你拍《红楼梦》 你拍三年 你现在试试 你要拍三年 比如三年了 你拍四个月 你导演就可以炒你鱿鱼了 你没有完成任务 就炒鱿鱼了 对 所以现在做导演 确实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然后刚才视频 我为什么发火 我们在横店 拍一个解放战争的戏 反击 然后那个道具 给我拿来的那个枪 是抗日战争用的枪 对 它不是解放战争用的枪 道具拿错了 知道吗 又这肯定我就发火了 我发火那个毛病 逮着什么扔什么 对讲机 看有扔道具 就扔掉 枪 啪扔掉 反正扔乱了 不知道我赔 对吧 就扔吧 对 您跟现场导演的时候 这发火 贾宝玉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那这两种情绪 您觉得哪个更像您 平时的这种状态呢 我就是我 演贾宝玉 就是演贾宝玉 只是我演得好而已吧 对吧 这是去年拍的电视剧 一落无悔 一落无悔 对 一落无悔 实际上是写的是一个 全国的优秀的县委书记的故事 是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这一位呢 就是演廖俊波的郭广平 演员 我们俩合作过 拍完戏以后吧 七八年了 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就没有见过面 前年的冬天 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哥你在干嘛呢 我说我没事 他有一个戏 他们现在找导演 我推荐你 一般来讲呢 都是导演选演员 对 这个戏呢 演员推荐导演 演员推荐了导演 因为什么呢 他的演这个戏的 男一号已经定了 郭广平啊 演这个廖俊波 就县委书记啊 演得非常好 所以这部戏之所以 今天能够成功 能够高居电视剧的 收视率的榜首 跟他的塑造这个人物 是密不可分的 您平时都怎么给 这个演员导戏啊 我跟演员导戏呢 对 一般的导演就坐在凳子上 都不起来的 就给直行导演说 完了直行导演就去 跟演员说 对吧 或者包括说机位啊 这些 他们还有个导演 你就给我看一下啊 行就这样 对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习惯的 直接到现场 直接跟演员沟通 我不太习惯在 监视器用对讲机说 第一个我就用对讲机说呢 有的时候你表达的 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不太尊重演员 对 在拍《一磨无悔》的时候 很有意思 刚开始制片人呐 第一次跟我合作 因为他们已经看惯了导演 就坐在监视器不起声了 他到现场来看吧 就看我的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再一看呢 我的执行导演 坐在凳子上 没起声 马上就开会 他就批评谁呢 批评那个执行导演 说你看 这个导演啊 在那跑上跑下的 你居然坐在那都不起声 哎呀我心想啊 我们这执行导演吧 是躺着中枪 但是我自己的习惯 但我也不好解释 因为制片人嘛 等拍了一段时间了 全剧组都习惯 我的工作方法了